现在的话就如何调它的飞气排出是按几个9来调 这是4个9是吗 如果再调这一个就5个9 如果把这个调整0就3个9 4个9出去按一下确定 退出 现在是5个9 默认调成5个9 这个再弄成9 就是干这个 这个up and down 确定的话是这个 正常情况下 这个的话不会调5个9 这个把它调成8 调成8 因为它到9它走了 然后干这个就确定是吗 再干 它就是8 9 5个9 OK 就干这个 这个是加减 对加减到up 就是8 我再干一下就确定 确定 然后我再干这个 就出来了 再干这个 OK 好 谢谢 4个9就能用了 或者3个9加个5以上的就要用了 所以它就会 OK 到了 那我设计说997呢 你设计997也问题不大的 它这个地方不影响全都的 那它影响啥 那它导致影响广道啊 广道切换 那你说这个 比如说 那我996 993 比如说你是个 现在 这么说吧 你要5个9才能进入你的设备使用 对吧 我这就设置5个9 不影响吗 95个9 95个9 对 如果当时很多客户会设置到99997 或者998 就开始进入广大使用 对 这个我 就这个就是这个的 997 然后这个就单纹是6 然后7 然后再这个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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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两个进入出来 按照 这就可以了 是吧 这样 按照两个进入出来 两个酒啊 这个就两个酒对吗 嗯 这个是一个酒的两个酒 点 再按下这个点 啊 再按一下确定点就行了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调整方法 是吧 可以可以可以 这样 这个是切换管道的 跟那个不达干的 跟纯度不达干 纯度在哪条 纯度在哪条 纯度在哪条的 纯度就5个9就5个9 他这个是有自制的 不是说我想调到 纯度就纯度的 我现在跟你讲是改变 我知道了 知道了 现在设定的就是 达不到这个数 他就废气排出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不会打到5个9的 一般是999 没有 因为9995 因为他们这个这点 改变得好 这个意思啊 按照两个去 他在这里 对对对 他这里5个酒的弧动 这个是正常的 为什么 因为流量在不断的流动 他所采发的采集的气体分析啊 会有0 允许0.01就是千分之一的误差 对允许误差率 对对对对 误差率 就是不会低于9 如果999 不会低于998 对不会低于998 一直在998 他肯定上浮动的 OK 就是0.001的千分之一的误差 对对对对 这可以 这个没问题 这可以 好 这个是规定的 然后这个程度我们是改不了的 他这个都是有知识的 都有证据的 包括里面的这个 不是说你随便想改就改了 对对对 里面它是分析报告的 有检测报告的 每一 它是一级的检测报告 这个检测报告是 上海传爱 因为这个传爱是国内大品牌的 他传爱是给自己的一个报告 然后也是支持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 对 所以他有 也有那个 这个报告在国内很有权的 他这个设定的报告 在国外 他你也可以拿着他的净测报告 在一场第三方 他有个对标吗 这个要比较多 啊 就是自然检测报告 自然检测报告 他比如说保证这个5个9 传出来的5个9 对对对对 然后他这个都检测报告 他们有 他们就是内部公司 他有个公司专业检测的 然后如果你有意义 你可以达到第三方检测来 来收对他这个是否证据 好的 可以专业 可以可以 他都放在这里面了吗 放在这里面 哎呦他反正线路要换吧 对 他线路要换吧 到时候不要换进去就行了 对对 这个这个都是安慰才会的 放在这里嘛 对对对 对对 对对 好好好好 不要 Haiti 对 W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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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